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显增加 表明新冠病毒在具有临床意识和检测能力之前 就已经在美国的社区传播 此外多家媒体报道 美国威斯康星州2019年7月 大规模爆发电子烟肺炎并席卷了多州 患者肺部CT部分区域呈现团状模糊的白色 与新冠肺炎症状极其相似 美国的这些病例情况表明 新冠肺炎呈现多个源头多点爆发的特点 需要高度重视 认真调查 但令人不解的是 美方指责中发在溯源问题上不透明 污蔑中发搞虚假宣传 却在自身溯源问题上推翻阻四 讳莫如深 消极回避 不断设置障碍 此前美国的棕榈谈邮报和迈阿密先锋报都曾披露 佛罗里达州卫生部的网站 曾发布当地2020年1月和2月 出现新冠肺炎症状 或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171名患者数据 然而这些数据一度被莫名其妙地删除 下一个问题 无独有偶的是 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 2020年的11月 在美国临床传染病杂志上发表报告 他们在2019年12月13日 至2020年1月17日期间 采集的7389份血液样本当中 发现了106份含有新冠病毒抗体 但是结果如何呢 据报道 这项溯源调查项目被美国政府的高官叫停 大量的血液样本也被封存 中方已经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 溯源研究 中国和世卫专家也得出了权威的溯源研究报告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甩国推责 栽赃抹黑中国的捉猎把戏 尽快公布并检测美国的早期病例数据 尽快邀请世卫组织专家 赴美开展溯源研究 给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 一个科学和公正的交代 给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